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现在画身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么这个中文化一个特点是要写意 那么不是自然的主意的去表现它这个对象 所以在这个表现的时候 包括它的衣服的颜色 衣服的衣折 包括造型 都要根据这个 美的规律 去进行适当的加工 例如我现在这个肩部 就比它原来的对象 这个 是它往下降了一点 这样的话就是它这个 对象这个这个这个 肩和脖子的关系呢 更舒服 更美 一折的用线 一折的用线 还有一个呢 是 我注意整体 注意主刺 把这个抓住主要的这个部位 先去表现出来 那么 那么 然后 吃药的部位 先呢 先不画 然后根据需要 去进行 适当的 加工处理 那么这个一折的关系也是 也是要根据这个对象 就画面里边呢 这个需要去改变 适当的改变 你看我这胳膊现在 就在那改变它的原来的这个 这个造型 一直都是有一定的变化 因为它原来 这胳膊走这个地方 直不直的 那么画出来就很难看 我适当给它 弯起来的 很多人误解 以为这个写实的画法呀 完全是自然主义的 对象什么样 就这么画 实际上是误解的 以为是变形啊 这种画法才能够 是的这个画面呢 根据画面 根据这个画家的需要 艺术的需要去 其实写实的也一样 只不过就是 你加工了以后 给人感觉 好像你是很显实的感觉 是很真实的感觉 他主要是不离开这个真实感 画家照样要有很大量的 主观的艺术处理 艺术夹工 难就难的就是 你加工以后 感觉到 没有失去它的真实感 那个 这个变形的表现方法 他夹工了以后 他这个人就不是 失去了真实感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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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